庆祝中华民国104年双十国庆 温哥华侨学界在华部复大海鲜酒楼举办千元宴 驻温哥华办事处长庄恒胜抗力 家国三级政要 侨学界政商名流都共襄盛举 场面热闹欢乐 温哥华复大海鲜酒楼内 一排排中华民国和加拿大国旗起海飞扬 桌上装点着红白蓝三色气球 洋溢浓浓喜庆气息 嘉宾们在全家中华总会馆义工 青年文化大使协助下一衣就座 习开摆桌气氛温馨热闹滚滚 文化开场由青年文化大使 举着小国旗跳开场舞 迎接国旗入场 全体并一起合唱中华民国国歌 国庆州委会主委等怀疑致辞 感谢来宾们拱向盛举 让104年的双十国庆以及抗战胜利70周年的 庆祝活动更添光彩 在国庆筹备委员会 温哥华潮学界 以及多位义工朋友们的通力合作之下 才有今天晚上更大的参会 感谢在场所有的来宾 由于您的参与 而让今晚的盛会更有意义 倍增光彩 我们大家齐聚一场 祝愿中华民国 风调武顺 国泰民安 当天包括联邦长者事务 国务部长黄沉小平等 多位加拿大三级政府代表 都出席这场签人宴 大家轮流上台致辞 肯定台下双方在文化经贸 以及旅游方面的紧密合作 并住院双方关心能更上层楼 另外率领纪念双十国庆文化访问团 明华园戏剧总团 来到美加巡演的国策顾问吴英毅 和明华园当家小生孙翠凤 来到现场 邀请乔邦们多多去看他们的表演 祝温哥华办事处长庄恒胜 则感谢乔介对中华民国兼并的爱国心 我们所有的草包啊 对我们的爱护 对我们国家的热爱啊 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动 我举几个例子 我们国内有灾害的时候啊 自动自发 我们像过去的很多的灾害 像八八水灾 我们当时的七暴 我们发现那里的水沉暴 很多很多的草包啊 自动的牵线啊 真的我们非常非常感动 这份对我们台湾 所有在台湾的同胞的爱啊 真的领悟啊 我们非常非常感谢 深圳御几宫 各社团使出浑身减束 敬意庆祝双十国庆 世华妇女会姐妹们表演 阿罗多姿的民族舞蹈 以及一笔儿童合唱团 合唱布农大帝之送 大家欢迎一会请歌热舞 看温哥华台湾客家会 客家服装表演 都绝无冷场 精彩非凡 期间还穿插奖品 丰富的摩采活动 现场歌声 还小声不断 让今年的国庆 庆祝活动 显得格外欢乐 充满意义 谈红外电视李中恩 将来到温哥华采访报道